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游龙级1 旗藏12,定峰夺55 蝴蝶5,浮双虫10 潮溪40,游龙级2旗藏119 定峰夺58 蝴蝶5,浮双虫10,潮溪43 明朝一条龙1.1层消山全收集 任务定峰夺旗藏箱 宝箱浮双虫,潮溪自义系,生蝶,蝴蝶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游龙级右边的右边,这个锚点 好,那到这里之后,我们把石脚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地托右下角这边走 走过来地头,在这边这里有一个基准起上向 捡起来这个基准起上向 我们再往东北方向地托右上角这边走出来 好,那前方这里有一个蝴蝶 在蝴蝶的下方,我们正前方这里有三个香菱草 捡起三个香菱草,出现一个基准起上向 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北方向就是上方 果然摸蝴蝶 把这些蝴蝶给大家冲到位 好,那这个蝴蝶到位之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地托上方这边走 一直走到前方悬崖边 好,然后跳起来打开散意 再回头,这边往下落 往下落,然后在这边这里有个凹槽 这里有一个凹槽 在凹槽这里是一个为雨球精密奇凿像 捡起来这个奇凿像 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地托躲上角跳下来 这里是三只蝶蝴蝴的怪 我们来清一下怪 好,那清完怪之后我们来拿到这一个 精密奇凿像 拿到这个奇凿像 我们再往我们的北方向地托上方这边走 抬头,这边掏出一个枪手角色 先把上面这一个定风夺给它打了 打了之后,这边过来把这一堆怪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 基准奇潮像 拿到这个奇潮像 我们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托右上角 这边我们从这个木子楼梯这里爬上来 再继续沿着地下落往前走 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一 我们来把这一堆怪清掉 好,那清完怪之后来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再往西方向地托左边 这边走过来 前方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好,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这个奖励 再往南方向地托下方 这边在对面有一个基准奇潮像 过来拿一下 预备,好,拿到这个基准潮像 然后我们现在要爬上去 先回头跳回来 先跳回来,再从这里往上爬 好,那爬上来东方向地托右边 这边过来 好,这里是一个定峰夺 A掉 A掉之后我们再往西南方向地托左边角这边走 这里在前方是一个潮汐之一 好,来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一的奖励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托下方这边走 这边又是一个潮汐之一 好,来清一下怪 好,清完怪之后来拿到潮汐之一的奖励 以备,拿到这一个奖励 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托左边角 掏出枪索角色 直接把对面这个定峰夺给它打掉 好,打了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托左边角 边往来跳 好,这里是一个 浮双虫 来A一下 从背后 传到背后突袭打 好,那这里我们拿到这个浮双虫之后 打开地托 传送到我们旁边的这个锚点 好,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托右上角边走 跟着钩子勾过来 好,那旁边这里是一个压力机关 压一下,把里面这个东西给它打了 好,那打了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东方向地托右边 这边钩子勾过去 好,那勾过来之后我们先爬上这个建筑的顶部 先爬上建筑顶部 好,那在左手边这里继续往上爬 在这上面这里有一个钉风夺 给它A掉 A掉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南方向地托下方 这边跳下来 再往下跳 好,然后在这里是一个叮咚咚 伤害挑战叮咚咚 好,这边过来 前方这里有块碎冰 跳起来,下落攻击 好,打掉之后 掏出枪手角色把旁边这个打了 这里打了之后我们再从这边走进去 沿着路走进去 走起来然后往我们左手边看 现在在我们的南方向地托下方 这边是一个朴素的旗舱项 捡起来是一个旗舱项 然后再往我们的北方向地托上方这边过来 左拐 这边是一个钉风夺 打了 打了之后我们再从旁边 刚才这个楼梯 这里往上走 这边应该是个下水道 好,再继续往上爬 爬上了之后正前方 这个打了 打了之后我们从这边出去 出来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托左来角 这边这里有一只怪 出现一只怪 我们来把这只怪打掉 好,这边打了之后 这里出现一个灰光奇藏箱 捡起来 捡起来这个灰光奇藏箱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托下角 这边有一个扶双虫 过来之后掏出枪手决策 一抬一下 拿到这一个扶双虫的 扶双虫啊 然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托一边 这边 按边 这里有一个潮汐之仪 好,来把这一堆怪清掉 好,那我们切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 我们这一批就要拿这么多 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 大家拜拜 好,那我们这一批还是来到游龙级 右边的右边啊 接个锚点啊 好,到这里之后再称前方 这边是一个潮汐之仪 清一下怪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这一个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之后再来我们的西北方向地托左方角 这个挑战先别挤啊 西北方向地托左方角 这里打开散意跳下来 在脚底下这边有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个朴素七朝向 去去去 拿到这一个朴素七朝向 我们再爬回去 爬回来往南方向地托下方 这边 这个建筑的顶部啊 建筑的顶部有一个 定峰夺 好,那N一下 拿到定峰夺 然后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托左边 这边往前走 这里走到悬崖边 走到悬崖边啊 我们直接打开散意往前飞 低头 在这边这里有一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个基准起舱箱 拿到塔 那拿到之后我们再回头往东北方向地托右三角往前飞 贴着右手边的山壁 转过来 好,这边这里 转过来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基准起舱箱 直接开启打 一辈不许就去 拿到这一个基准起舱箱 再打开地图 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锚点 好,回来转我往西南方向地托左大角这边走过来 这次我们要来做这个滑雪挑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挑战完成 出现三个奇舱箱捡起来 好,那现在我们掏出枪手角色,这边打一下 这个不知道叫啥啊 三个都给他打了 好,三个都给他打了 这边出这个屏障消逝 拿到里面的基准起舱箱 拿到之后我们再往北方向地托双方这边走过来 这里是一个潮汐之仪 好,我们来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们清完怪之后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 拿到奖励东方向地托一遍 这边上来 打一下这个定峰夺 拿到这个定峰夺 往东北方向地托右上角这边走 这边往前飞 这里有一个洞啊 这个有个洞 从这个洞跳进去 山洞里面跳进来 进前方这里有一个定峰夺 给他打掉 拿到这个定峰夺 然后我们再次打开地托 这次我们来到游龙及右上角这个摩迪 好,来了以后我们直接往南方向地托下方这边走